欢迎收看智库集团的智库学界优才生之投资理财学 接下来智库学界投资理财新人王比赛很快开始了 以港币100万元作为比赛的虚拟资金 争取智库学界投资理财新人王的名誉 同总值港币6万元的奖品 之前和大家上了特训班 分享过选股章门、技术分析和点体图表 同学都学了几个有效判断趋势的指标 相信可以为大家提升到股票的买卖技巧 比赛只得两星期是要同时间竞赛 又要赚取利润获 今天就等专家教大家 市况急变的时候怎样可以不用操守不及 以及预先做好风险管理 今天请来有智库集团资产管理业务 兼投资研究主管邓泽棠和我们谈谈 银力你好 大家好 今天就是最后一次机会给同学套料了 不知道这位同学有什么想请教银力呢 Thomson你好 有什么想请教银力呢 我想问在宏观的数据或者宏观的经济下 例如收紧量化宽松加息等等 对于近期的股市会有什么影响呢 绝对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以往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 可能因为经济不好或者可能疫情 各国政府都使用一些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或者同时间会做量化宽松 简单来说印银质 令到整体上面 整个地球的资产负债表是大了的 当钱越来越多 那自不然会令到可能我们的股票市场 或者一些商品市场或者一些资产 会造成一些可能向上的可能性 或者甚至可能在某些板块穿一些泡沫 那当形势逆转政策倒转行的时候 自不然是会将整个架局改变的 那因此正正只是分析个别股票 或者个别支撑的价格是不能够冲观全局的 可以的话 好像你刚才这么说 分析下整个地球的政策 或者各国政府宽松变得扭紧一些 这些政策很有可能 是可以对后市有很大的反应意义的 比赛时间只短短两个星期而已 Nika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呢 例如就是上额波幅比较小的收息股 是不是就是不那么适合呢 两个星期比赛 如果中间的市场每天这样跌 你的收息股又能顶得住的话 那真是输小当赢了 但是当市狂升的话 你的收息股也会升 不过升幅很克制 会比其他股份可能升幅较少了 那些钱宁愿走去买升幅大 当炒股板快那样 好了 如果市正常又起又落 收息股就有可能不上不落 最后埋单计数 好像没什么动过那样 那你要自己选吧 比赛只有两个星期 跟平时炒股票完全不一样的 谢谢阿力 这个星期的投资理财学 都为大家提升 倒阶对股票市场的认识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日后投资更加顺利 相信那么多位学界投资理财新人王参加者 都已经掌握到足够的资讯和技巧 去迎接未来比赛 比赛即将要开始 大战一触即发 最后谁可以成为新一代的王者 默契期待 CLEB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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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